人之初 性本善 周楚变善 呵呵 铃声响起请坐好 猪猪侠国学小夫子要开课了 所谓熟读三字经 可知千古事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三字经的第一课 人之初 性本善 诸位弟子 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哦 不知道 诶 哎呀 虽然没答出来 但小呆呆同学积极回答的精神 还是很值得鼓励的 小夫子 你就别挂我了 我会骄傲的 还是快讲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 其实 人之初 性本善这句话 用在周楚这个人身上 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意思 弟子们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超级棒棒糖 快来帮帮帮忙 我们回到警察了 蜘蛛侠小夫子 你听 那边有小孩在哭 快 我们过去瞧瞧吧 呃 那边一边坏笑 一边打小孩子屁股的 就是周楚了 哦 周楚好坏啊 怎么能这样 打你大屁股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我周楚家果子吃 这 在这里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 你周楚要是有本领 就去把三害除了呀 你们口中的三害也不过是山中虎 水中焦这些畜生 除掉他们有何难度 我倒是想会会那个三害之手 听说他打架可厉害了 那三害之手不就是 三害之手 知道你有本事除掉虎和娇 自然就会找你打架了 诶 有道理 那我这就去除掉那俩畜生 好会会三害之手 这下三害就都能除掉了 哦 你这周楚疯了吗 他怎么敢去打老虎 还渡脚楼 难道他能比虎苏还厉害 不行 小夫子 我们不能让他犯傻 莫慌 小大大同学 周楚可不是一般人 你看 嘿 我打 我打 天 天呐 三拳 周楚就把老虎打倒了 大概不会是超人吧 大虫搞颠 接下来入水除蛟龙 哇 这回村民们可得好好谢谢周楚了 咳咳 诸位弟子 我们先回村里看看吧 周楚那么久没回来 肯定是被蛟龙吃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三害都除掉了 三害接触 真是大喜之事啊 哦 他们以为周楚被吃了 怎么还这么高兴 哦 那是因为呀 哦 父老乡亲们 怎么大白宴席啊 有什么事值得庆祝吗 哦 对了 我把龙和娇都除掉了 快快快 告诉我 三害之首在哪儿 我去挥挥它 天呐 天呐 怎么会 二害没了 还有谁来治三害之首啊 乡亲们 别担心 三害之首是谁 快告诉我 我来搞颠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三害之首就是周楚你啊 哦 这 周楚为什么是三害之首啊 哎 周楚平时喜欢打架 四处伤人 而脚和虎不过是只袭击伤己之人 对周遭的百姓而言 周楚自然更危险了 哼哼 我还以为自己打架厉害 就能赢得大家尽佩 没想到最终 大家只是怕我 恨我 完了 周楚生气了 他又要打人了 对不起 周楚这就离开 再不回来 三害皆除 大家可以继续开宴会了 这就是周楚的故事啦 那周楚最后怎么样啦 后来啊 周楚遇到贵人二路 改国自新 将一身力气花在保家卫国上 最后成了一代名将 果然 我就觉得周楚会当好人 他就是有点鲁莽而已 没错 这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意思 我们相信每个人出生时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嗯 猪猪小小父子 我懂啦 哦 好吧 今天的时间也到了 剩下的咱们就留着以后慢慢讲吧 诸位弟子 我们下堂课再会吧 傅猪小子 在 detail